我突然想起最近有关于模特形象武华的这件事 我就想起我自己的经历 我曾经交往过一个意大利的男朋友 大概交往了有三年吧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只有八十斤重 又黑又瘦 而且我还长着满脸的青春痘 那一包巨大 而且永不下来 我那时候就给自己说 我说我死了以后 我那时候都已经三十三岁了 三十四了吧 这青春痘还永远的满脸 而且是 我说我死了以后 我的木质名都想好了 沈云帆的一生就是战斗的一生 我意思说什么呀 巨难看 有一次呢 我和我这个男朋友啊 就跟我几个那个闺蜜坐在那个马路边 完了就看这个街上啊 走过去的这个美女们 完了就说啊 咱们说啊 哪一种类型的是美女 我们这帮人呢 认为的那个美女啊 她都不认可 而她认可的那个美女啊 我们就一块儿喊 怎么可能 就是这呀 她跟我说啊 就说你们东方人啊 喜欢的那种什么 刷眼皮 抠着眼筐子 完了以后 那个你们认为的那种美女啊 我们都看腻了 就跟我们现在 看那个西方的油画似的 不喜欢看那种古典的了 我们眼中的美女 那就是你们东方美女啊 我们认为的 颧骨高高的 眼睛细长细长的 大脸盘子 我们觉得美极了 我想说什么呀 我就说这个模特形象武华这事啊 咱们用常识 用常识来说 你说哪个设计师 她会挑一个丑的女的 来毁掉自己的啊 商业前途啊 哪个品牌 会指望着我去挑一个丑的女的 来推销掉我这品牌的衣服啊 那设计师是不是有病啊 那品牌花那么大价钱 她是不是有脑子进水了呀 所以说啊 我觉得就是那些动不动就觉得被侮辱的人脑子进了水了 我会拍摄了水了呀